今年佛丹,长洲又再一次热闹 今天相隔三年 太平清朝飘飞巡游 和抢包山比赛 都终于可以再次复办 一大早上,长洲已经人头涌涌 不少人第一站都来到不帝庙球场 和三幅巨型包山画打卡 深水埔也有,叫国内过来 原来先第一次才知道有这个活动 是,很开心,很兴奋,难得 他昨晚兴奋得没有睡觉 特意为了影景,做得这么漂亮 我们有新典的学生来 所以我们展示她 有不同的年代一起,非常好 今天的重点,当然是下午的飘飞巡游 想看得舒服一点 当然要找到最佳观赏的位置 这么多椅并不是准备玩小椅 而是稍后坐定看飘飞 要坐这些椅子也不便宜 有人跟我说起碼要80至100元 太平清朝的另一特色 怎么少得平安包 面包店都打成蛇饼 每个都买到满足而归 你买什么 买平安包,买豆沙 豆沙包 买芝麻鸭,刚刚好 买黑芝麻鸭,刚好 100元 买了10个 对… 怎么给谁吃这么多 又给朋友,给新戚 大家分享 你连续过来的? 对… 是特意为了来看飘飞? 也是,我们跟菠萨逛街 一旦来 这东西是否很好? 很漂亮 对,很好的,今年生意 这些气氛很好,今年很多捧场 我们今年 看到你的包已经很快就埋伏了 对,现在等师傅再做煎鱼 再出炉 等了整天,终于等到重头戏 看飘飞巡游了 第一次亲身来到长洲 去参与这项盛事,真的很兴奋 飘飞上的这群悉心小朋友 真的一点都不容易 他们早上就要开始化妆设计 务求有一个最佳状态 参与飘飞巡游 很开心 开心吗? 兴奋吗? 很兴奋 很好 你喜欢你今天的打扮吗? 喜欢… 你知不知道自己今天是扮什么? 好呀 我跟他说,其实这是很难得的机会 三年来又再复扮 还有年龄、高度限制、重量限制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责任 所以他都会觉得自己 好像背起了一个责任 他就会觉得 我要做好这个角色 所以他都会很有胆地去做 不知道你今天扮这个角色是什么? 飘飞 上我 你会否再想参加一次这个活动? 想 想 今年一共有19队飘飞巡游队伍 飘飞主题也各有特色 有古装电视剧的主角 还有之前在东京奥运 大放异彩的小河思培 也有一些民生二体的角色 在今天的高温之下 小朋友都出动了风扇过温 当然少不了的还有雪条 巡游途径多个地方 历时两个小时 很开心 不过人真的很多 下年还会来吗? 会来,很开心 最喜欢看哪一部分? 飘飞 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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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三年之后再复办 很开心,所以一早就出发了 其实他们十年前来做飘飞丹大旗 所以这次很难得又再来过这里 所以今天跟他们一起 大个人就一起来了 Yeah 好开心 好开心